以毒来控制 唐三微微汗手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还真的有机会战胜他们 唐门最拿手的是什么 轻功暗器 还有令人闻名丧胆的毒 大师误解了唐三的意思 奥斯卡的小腊肠 只是第二魂环剂 恐怕挡不住碧琳蛇的毒 最多也只能是短时间内 控制毒素而已 宁荣荣道 大师我能不能提个意见 大师点了点头 你说吧 宁荣荣道 在斗魂的时候 我们的首要目标 一定要放在对方那名 辅助系魂师身上 哦 为什么 听了宁荣荣的话 连大师也不禁感到有些惊讶 九星海棠这个武魂 连他也没听说过 这种情况极为少有 宁荣荣荣道 宁荣荣荣的父亲是谁 别说大师 弗兰德和赵无极 就算是史莱克奇怪的其他人也都知道 那可是七宝流利宗的宗主 代表着辅助系魂师的权威 连他都这样形容一个武魂 那么这个武魂的作用可想而知 对于新奇的武魂 大师总是有着比常人更多的好奇 立刻追问道 那这九星海棠武魂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在哪方面起到辅助作用 宁荣荣沉声道 九星海棠擅长的能力只有一种 无论他有多少个魂环 但魂迹却只有一个 这也正是他的可怕之处 他的作用就在于 范围性全体治疗 治疗程度随魂师心意控制 等级越高 魂环越多 用来治疗的魂力就越多 我爸爸说 有九星海棠魂师在 就算想死都不容易 所以斗魂开始之后 我们必须先让他脱离战场 否则的话 在他的魂力耗尽之前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 对任何一个对手造成伤害 听得宁荣荣的话 大师的脸色似乎变得僵硬了 呆里半赏 才缓缓说道 这果然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组合 我们能赢 就在这士气低落 大家都陷入沉寂的时候 唐三突然大声地 说出着充满震撼气息的字 将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 我说我们能赢 穆白 小傲 胖子 小武 荣荣 竹青 你们忘记了吗 我们已经拥有了27连胜的成绩 对方固然强大 可是 我们也同样不弱 我们有着穆白 顶级的强攻系武魂 有着小傲的持续战斗能力支持 还有 胖子顶级的变异武魂 和小武那神奇的柔技 荣荣 难道你认为 自己的七宝琉璃塔 就比不上九星海棠吗 还有竹青 你的速度 是我见过的 同等级敏攻系魂势力最快的 对方虽然强大 难道我们就弱小吗 不 我们一定能够证明 我们比他们更强 更何况 你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年纪 我敢肯定 他们的年纪要比我们更大 就算真的输了 又怎么样 失败是成功之母 就算今天 我们不是他们对手 总有一天 也一定会战胜他们 胜利 必将属于我们史莱克奇怪 如果我们连赢的信心都已经失去 那么 还何必参加这场斗魂 唐三的话 就像是点燃了信心的引线 史莱克奇怪这个团队的每一名队员 无不是天才中的天才 怪物中的怪物 他们 又怎么会甘心服输呢 大家都没有再说话 但每个人的眼神 却都变得坚定起来 戴木白 率先伸出自己的右手 紧接着 奥斯卡 史莱克奇怪 七个人将手掌相叠 每个人的目光 都在燃烧 失去的信心 已经找回 此时的他们心中已经充满了强烈的战意 老师 这场斗魂就让我全权安排吧 可以吗 唐三坚定地看向大师 他知道 这一战将是最艰难的考验 他之所以说出之前的话 是不愿意看到伙伴们死气沉沉的样子 两世为人 他知道 想要获得什么 就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以往 每次斗魂之前 大师都会进行一定的战术指点 但这一次 唐三却主动要求接替大师的工作 虽然显得有些狂妄 但却看到大师 弗兰德 赵无极三人 暗暗点头 一个团队需要战术 需要团结 需要配合 但也不能缺少另一样东西 那 就是血性 没有了血性的战队 永远也无法激发最深处的潜能 而此时 作为团队灵魂的唐三 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在弗兰德三人看来 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这些孩子们已经成长到超出他们预计的程度 现在 他们能做的 就只是看着这些孩子带给他们更多的惊喜和奇迹 看看他们究竟能走到怎样的程度 索托大豆魂场 贵宾休息区 三号贵宾室 豪华的房间足有200平米 巨大的真皮沙发长度超过15米 足以容纳十几个人舒服的休息 整个房间内的装修都以金色为主 金色的宫灯 金色的壁纸 还有各种金色的装饰物 无不给人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 在巨大的白色真皮沙发面前 摆放了一张水晶茶几 上面有各种精致的点心和各种饮品提供 最为重要的是 这个房间的一面墙壁是一整块透明水晶 通过特殊的处理从这里能够看到外面 而外面却绝对看不到房间内的情况 而水晶墙外正是索托大豆魂场 拥有着最重要地位的中心主豆魂场 此时房间内只有七个人 七个各具特色的人 坐在沙发正中的是一名有着黑色长发 身材修长的青年 相貌算不上英俊 脸上的表情很少 似乎脸部肌肉僵硬的一般 身穿蓝色进装 没有任何装饰 整个人给人一种很简单的感觉 可偏偏这种简单 就让人感到很危险 他正靠坐在舒服的沙发上闭目养神 同样坐在沙发上的还有一名女子 他的姿势可就不那么正常了 不靠在沙发背上 而是靠在蓝衣青年肩膀处 一脸蓝伞的样子 深紫色的短发 看上去英气十足 其意的是 他却有着一双绿色的眼眸 给人几分诡异的感觉 说不上有多么角色 但却有一种妖艺的魅力 此时 他正靠在闭目养神的蓝衣青年肩头 玩弄着自己染成碧绿色的指甲 燕子 我说你别和老大 总是在我们面前秀亲着好不好 怎么说 兄弟们也都是一群楚男啊 万一引起什么冲动 总是不好的 嘿嘿 说话的是一名相貌英俊的青年 身材不高 胖瘦适中 金色短发 一双眼睛显得十分活络 靠着那大型水晶窗 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 沙发上的少女 瞥着她一眼 绿色的眼眸中 流露出一丝魅笑 那你来呀 要不要姐姐教教你 怎么变成男人 呃 还是算了 你那一身鼻铃舌毒 也只有老大才受得了 我可无福消受 青年 忙不迭地拒绝 一脸的惊恐 看着绿眸少女 明显有些恐惧 活该 谁让你没事招着燕子 在她对面 水晶窗的另一边 靠着一名全身黑衣 同样为金把 相貌旧美 堪比女子的青年 一边晃动着手中的饮料 一边幸灾乐祸地说道 英俊青年怒道 包子 你有意见是不是 等今天团战斗魂完了 我们来场一对一 看我怎么教训你 黑衣青年 不屑地哼了一声 哼 和我一对一 你也好意思说 你一个飞行魂师 要和我一个地面魂师 一对一 明显是欺负人 有本事 你找老大一对一 别说赢 只要你能支持三分钟 我就扶你 立 英俊青年虽然不服 但却不得不承认 自己确实无法在队长手上 坚持三分钟以上 好了 你们安静点 就不能像石家兄弟那样 养精蓄锐吗 坐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的蓝衣青年 终于开口了 他所说的石家兄弟 就坐在一旁墙壁下的地面上 盘膝冥想 二人都是鼻指口方 身材壮硕的大汉 只是坐在那里 就给人一种厚重沉稳的感觉 英俊青年笑道 老大 我们还有养精蓄锐吗 以我们四十级钱 就达到银斗魂的水准 我敢说 这索托大斗魂场 绝对找不出对手 别说这里 就算是首屈一指的 皇城天斗大斗魂场 都没有和我们对抗的 蓝衣青年 淡然道 就算如此 你也不能养成大意的坏习惯 魂师界强者被出 谁也无法肯定 会否有更强者 出现在我们面前 灵灵 到沙发上坐会儿吧 总是站着 也一样消耗体力 他最后一句话 是对着房间中 另外一位女性说的 那名女性 站在整个房间中 最为阴暗的角落 不仅是一身黑衣 甚至连脸上 都蒙着一层黑纱 身材苗条 一头瀑布般的蓝色长发 披散在背后 与头发同色的眼眸中 没有流露任何情绪 从她身上 似乎只能感受到 孤独和落寞 不用了 我在这里很好 叶玲玲的声音很动听 但却极为空洞 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这房间中的七个人 正是唐三他们 在资料上看到的 黄豆战队成员 坐在沙发上的 就是队长玉天恒 和副队长独孤燕 英俊青年 是风铃鸟魂师御风 和他斗嘴的黑衣男子 是鬼豹魂师奥斯罗 坐在地面上 冥想的兄弟二人 自然是两名玄武龟魂师 而站在阴暗角落中的 就是黄豆战队 唯一的辅助魂师 九心海棠 叶玲玲 正在这时 房门开了 从外面走近一个人 走近来的是一名中年人 看上去三十岁左右的样子 相貌普通 简单的黑发 简单而朴素的衣着 只有他那双眼睛 格外明亮 他没有黄豆战队的队员们外表 那么容易引人注意 感觉上就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但是他能够得到所有黄豆队员的尊敬 中年人的脸色显得有些怪异 这种神色连黄豆战队的队长 玉天恒都没有见过 小然上前几步 低声道 秦老师 您怎么了 秦老师眼中光芒一闪 明亮的黑眸中流露出一丝深邃的光芒 这一次 你们恐怕是要遇到对手了 我刚才从城主那里 拿到你们今天晚上对手的简单资料 这是索托大豆魂场刚刚确定下来的 你们看看吧 一边说着 他走到水晶桌后的沙发处坐了下来 手上光芒一闪 已经多了一块布博 摊开在桌面上 黄豆战队的队员赶忙围了上来 向布博看去 副队长独孤燕念叨 史莱克七怪战队 队员七人来历不详 铁豆魂会章 老师 这个什么史莱克战队才是铁豆魂 他们有资格和我们进行团战斗魂吗 秦老师淡然道 不错 一个月前 他们确实都是铁豆魂徽章 但是 他们通过这个月的斗魂 积分都已经达到了银豆魂的水准 虽然还没有准确测算 但索托大豆魂场 已经决定提前授予他们银豆魂徽章 正好用来向你们挑战 根据城主所说 史莱克七怪参加团队战斗 一共二十七场 二十七战 二十七胜 当初 你们获得银豆魂用了多久 不是一个月吧 整整一年的时间 一旁的风铃鸟魂师 玉风 有些不服气的道 那是因为 他们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 才这么轻易的就拿到了这些胜利 索托城 怎么能和我们皇城相比 瞥了玉风一眼 根据城主调查得知 史莱克七怪团战斗魂第一场 就是上一场你们所面对的狂战队 狂战队的实力 你们应该很清楚 魂力等级并不比你们差 只是在魂迹和武魂本身有所差距 才败给了你们 难道史莱克七怪赢了 这次开口的是黑豹魂师奥斯罗 副队长独孤燕白了他一眼 这还用问吗 不然老师还用指出来 月天恒一直在仔细地看布博上的资料 突然道 老师他们的魂力这么低 怎么也能赢狂战队 第一 黄豆战队的队员们 不禁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布博 仔细地看着上面的资料 史莱克七怪战队 队长 邪谋白虎 武魂白虎 38级强攻系战魂师 魂环两黄一子 副队长 牵手修罗 五魂蓝银草 三十二级控制系战魂师 魂环两黄一子 队员 柔骨魅兔 五魂玉兔 三十一级近身强攻系战魂师 魂环两黄一子 队员 邪火凤凰 五魂邪凤凰 二十八级强攻系战魂师 魂环两黄 队员 幽冥鸣鸣猫 五魂幽冥鸣猫 二十八级闽攻系战魂师 魂环两黄 队员 香肠砖脉 五魂香肠 三十一级辅助系战魂师 魂环两黄一子 队员 七宝流利 五魂七宝流利塔 二十七级辅助系战魂师 魂环两黄 在这些团队资料下方 还有一行注解 史莱克奇怪自本月以来 团战获得了全胜战绩 其真正实力远不是等级所显示那么简单 其中作为控制系战魂师的牵手修罗 需要格外注意 此人控制力极强 往往能够力挽狂澜 看了资料 独孤燕不禁扑枝一声笑了出来 秦老师 这资料是谁给您的呀 叫死人了 一个蓝银草魂师 居然还要格外注意 还什么力挽狂澜 我看 他恐怕连我的第一魂祭都受不了 秦老师冷哼一声 黄豆战队的队员们 同时感到心脏骤然疏缩一下 强烈的震荡 令他们脸上都流露出了几分骇然 燕子啊 欲风大意一点也就算了 你作为副队长居然如此小看对手 以这样的心态上场 我几乎可以保证 你立刻就会受到一次挫折 独孤燕吐了吐舌头 却不敢再说话了 虽然黄豆战队这些队员都是桀骜不驯之辈 但唯独竞服于眼前这位秦老师 不只是因为这位秦老师是他们的专门指导老师 同时也是因为他的实力 秦老师全名叫秦明 今年34岁 却在年初时刚刚突破了60级的门槛 成为了一名魂帝 据说是五魂殿记载中历史上第二个年轻的魂帝 仅次于另一位得天独厚的天才 34岁的魂帝 这是黄豆战队每一个队员的目标 于天恒在背后向独孤燕摆了摆手 示意他不要再说话了 自己向秦明导 秦老师 这史莱克奇怪战队究竟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注意呢 秦明淡然导 史莱克奇怪的资料 我们也只有眼前看到的这些 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要等到真正交手过才能知道 记住我的话 永远不要小看任何对手 索托大斗魂场既然敢派他们出场 必然有着一定的把握 还有一点 是我对你们的要求 不论这场斗魂的结局如何 谁也不许下杀手 甚至不许伤残对手 听明白了吗 燕子 尤其是你 如果对方中了你的毒 结束斗魂后 立刻给他们解毒 不得有丝毫耽搁 独孤燕奇怪的道 为什么 老师 您不是经常对我们说 战场上无父子 必须要全力以赴吗 如果不伤对手 自己恐怕就要受创 绝不能手下留情 秦明脸上流露出一丝苦笑 这次不一样 你们现在还不需要知道 等到这场斗魂结束之后 我会告诉你们答案的 好了 时间快到了 跟我走吧 说完 他率先转身向贵宾室外走去 一边走着 秦明心中 暗暗叹息 所托大斗魂场 指中心主斗魂场 这里并不像 只能在分赛区观战的 平民们想象的那么大 相反的是 如果他们来到这里 一定会以为 这是另一个分赛场 整个中心主斗魂场的面积 只比其他分斗魂场 略大一点 最为奇特的是 在这中心主斗魂场 极为安静 因为周围没有露天看台 完全是由一个个密闭的 包厢所组成 只能单面看到 景象的水晶玻璃后面 才隐藏着 一位位背景深厚的贵宾 这些人 谁也不愿意在这里 轻易表露身份 更不会像普通平民观众那样 去欢呼呐喊 他们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种 骄傲和高高在上的感觉 更何况 这里的赌注之大 是所有分会场 加起来都远远不及的 为了避免贵族们之间 因为赌博而产生矛盾 隐藏身份就更加重要 至少 大家不会知道 是谁赢了自己的钱 就算想要报复 也没有办法 水晶玻璃窗 虽然从外面 看不到内部的情况 但在中心主斗魂场 绚丽的金色魂倒器 灯光照耀之下 闪闪发光 而这里的斗魂台 也格外巨大 因为没有露天观众的原因 斗魂台的范围 足有直径 七十米之多 别说是十人以下的团战斗魂 就算双方各有百人在此厮杀 也绰绰有余了